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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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有个新乐器 一看就知道是耳壶 话说这个时候 你都跟同学上堂 这个同学 阿爷 小时候就拉耳壶 这只耳壶是鹷拉 应该是一个敦王 这些敦王很特别 也な一比 敦王高级的耳壶 最后一 Arri 因为这个同学 有丰厚的文化背景 每天都浸在地上 想找一些特别的音乐玩 连续玩电子 听听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 这些好像很贵的 其实不是很贵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 也有个歌曲叫谭顿 用中国的素材放入西洋液图 做不同的效果 让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化 伟大而精心的一面 这是二壶 站面看上去好像是敦王牌比较漂亮的二壶 首先这些公也挺特别 公有分为北边或南边 南边的公就软一点 北边的公就硬一点 这个软硬也适中的 这些公是陷在两条线里 拿出来就要扭松这里才可以拿出来 正面看就有个蛇皮 真的拖了那条红蛇之后 剥一股皮出来的 但是这个蛇皮 你看旁边的这些好像不平 刚才初步拉过也挺好声的 就选我所能拉的东西给大家听 大提琴就有琴马 这个有两个装置 这个都是琴马 它扭着个蛇皮 琴马是现瘦还肥的 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粗油 不同的物料都会影响我发声的 不过我马仔的问题 就是太过瘋了 你拉就没问题的 但这会会有调节 aroma 很辛苦 沿線上也有些生壽痕跡 最關鍵就是有鮮黃色的千斤 千斤硬要壓著一些東西 千斤的物料也是其中一個關鍵 綁的就是有緊有鬆 緊和鬆就看看用家 我們量一量 手指尾這個節 這個是可以調節的 以後去到近代就開始有些特別的發展 第一就是這個叫金屬掌 金屬掌 就像是大提琴的Vidna Fan Pack一樣 手指尾這個節奏不會全部飛出來 木准有些微調 現在沒有微調就比較方便 琴頭出了一些C 琴頭就爛了 通常耳鼓射都會斷頭 不小心撞到 已經黏過了 黏過都是糟糕的 看樣子都不是紅木 但拉出來的聲音算是挺輕的 有個最美的牌匾 中華人找個和角仔做 OK的 如果不是在哪裏做 琴頭的湖像是外地的 中原的話 那湖就是外面的 那就是耳鼓 是兩條線的 琴頭是西榮傳入 台國都有的 叫做系琴 都是兩條線的 剛才還沒說完那個黃色的 前面還有一塊蛹 是用來扔了一些多元的雜音的 那現在這一塊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有英文字 應該要換一塊絨布 它們的聲音比較柔和 千斤 用回加了蠟的臉色 粗粗的都可以 那些蠶絲做出來的都有 那些日本人更喜歡 那不同的千斤 有不同的特性 有這隻 雖然不是很貴的壺 但是有一個很腥的壺 好了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裝置 有一個扣 這個扣很特別的 我第一次見 其實以前有一對Bang 叫做女子十二國方 就要站在那裡拉 整個座在底下 卡在皮帶上 要來要去 這個座就不同 它是附帶了一塊東西 六角形 我第一次看到 這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些是抗音的創字 有一個二壺哥哥 叫高少青 它是小琴 將這條琴歌加大 就可以拉到兩個音樂 變成像小孩琴的聲音 然後呢 在這邊有一個 倒轉飛出來的音槍 有一個音樂平的 而二壺的聲音 在這邊化的 那現在的聲音 就變了向上移動出來 和向上移動出來 我個人覺得 那個折琴呢 我二壺的本身 變了像一個肝一樣 人的肝一樣 這隻東西呢 有兩個鎖 這個東西呢 是把這兩個小孩 放在這裡 把這兩個小孩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很完美 之後呢 就好像一個抗音機 把聲音從這裡打出來 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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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彩曲 除此之外,還有在重鄉,最值得提的就是那本書 《大儀虎》是一定要懂的書 第一本是《儀虎練習曲旋》最親切的名字就是 黃國彤、張紹的騙選 黃國彤教授,我很深刻印象 因為小弟小時候玩中樂團 第一年入演藝學院入中樂系 兩邊都有報告 演討論的時候,黃國彤教授就演了 第一件都是不好說明,什麼打油 最重要的是,究竟有什麼人去編這首歌 首先,這本練習曲旋 除了練習曲之外,還有一些歌 你讀的名字非常之怪異 《大春等雨》《狗腿子博鬥》這些 我都不記得 《革命現代舞團》 《白無女第一場音樂片段》 我可能聽到 《白無女》就是當年是樣版戲的芭蕾舞 這些是以前我國的芭蕾舞的東西搞出來的 《刀聯時代》有很多的歌和電影 《狗腿子博鬥》多年都寫不少這些東西 我發現一些人,這個流程都是最美的 有個姓吻的大師,她是敏慧芬 個人覺得她耳鼓聲是最感人的 沒有人就去錄影響的了 《瓦腿子博鬥》的名曲 還有《狗腿子博鬥》 《狗腿子博鬥》的曲 我覺得是要寫的,就多了她 《狗腿子博鬥》一定要寫這些大師的 在香港,大師有什麼呢? 湯良德先生 在1950年代,來香港的音口處 廣修緩生,一直到十多年前 在香港,他寫了很多得意的弟子 我師姐也是他教的 師姐退到幼了,類似是這樣的 總括來說,這首歌都蠻好聲的 為什麼這個同學要拉這首歌呢? 因為這個同學有很多不同的管錢 所以想去探索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有中國音樂的濃厚背景 加上西方音樂understanding 混合在一起,就非常好 要了解這個,第一件事 要學會怎樣去學作歌 就是學作曲 學作曲就只能吃到一些音樂器 這個同學的大提琴都蠻厲害的 在一個團隊開始拉獨舞 哪一邊都有力的 認清一下其他樂器的Style、滑音、滑音、特別效果之後 寫下歌就行了 希望我遲些人玩起比賽仔 今天時間就是這麼多 下次再介紹其他樂器吧 拜拜